41年花莲地标就要被一位平地 L型花莲统帅饭店 6.0强正下 软角跪地 顶楼五个红色招牌大字 依旧矗立 但怪手已经联合开挖 为了安全起见 其中机吊起怪手 从顶楼开始施工 由上往下 逐层破坏 工程人员站在楼顶 一把抓住怪手 再慢慢矫正位置 另外正面和侧面 还有起步怪手联合进攻 昔日挑高耸立建筑 成为花莲地标 地震摧毁后 三楼瞬间压缩成一楼 钢梁全看不见 拆掉当然一定难过 死不得啊 毕竟在这边待16年了 他是统帅倒塌后 第一时间抢救出来的 员工陈明辉 或就那一刻 还开心跟儿子孙子 拥抱在一起 在这里工作16年的他 饭店对他来说充满悔意 曾参与饭店筹备 之后还担任柜台领班 昔日员工何统帅 有着革命情感 现在却眼睁睁看着他 被迫走入历史 从1977年开业至今 在花莲走过41个年头 虽然比不上新型饭店 不过对职员们和老一代花莲人来说 在这里经历的垫地回忆 是谁也无法取代 员工们不舍想来带走一些 和统帅之间的回忆 不过在开挖后 随时会有倾斜危机 也被拒于门外 现在只希望未来能就地重建 让老字号统帅饭店再次重申 记者黄家卫 李玉涵 苏环 花联报导 请不吝点赞 李玉涵 苏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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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玉涵